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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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今天要進行 第N百次的 相機開箱洞 今天我要開箱的東西是 這個盒子 Payasonic G9 不對 我訂的是Sony A7 Mk3 為什麼會來的是 Payasonic G9呢 Payasonic G9 Payasonic G9 趕快來開箱 看我訂的是 Sony 還是Mk3 G9嗎? 是他寄錯給我G9 噢 不需要 看一下他寄的東西 嗯 是Sony 登登 登登 路上找到了一台 看看裡面 這個東西我需要嗎 看一個知名品牌的 嗯 還不錯 不過我不需要 這是我比較想要的 保 護 貼 第一個 打開裡面的盒子 所以有公司獲得原廠保卡 原廠 我不會堵 不堵 沒有一次堵過 登登 登登 這裡面 這裡面 好像 因為他精簡的那個Charger Charger的話 這次沒有附贈 這是Strap 這格 這格空的 它是放什麼呢 它是放Battery Charger 可是Battery Charger在這個 比較入門的機型裡面 它是沒有包含的 所以呢 我已經訂了 因為台灣到處現在都還在吃貨的狀態 我就只好從 日本訂 日本訂的話 台灣是賣2400多元 那 從日本過來的話 大概3000元多 If you gonna play, you gonna pay 這是Charger的 那個 Adopter 這個東西 就是他們最新的Battery 這個東西呢 讓他們錄很久 我記得我以前第一台 NEX5的時候 Battery的那個 用量很快 那這一次 這個東西 聽說他們是 非常 有容量 錄影的時候 一顆電池 一天是可以的 4K 我的Charger 趕快過來吧 好了 現在就是要開箱 重點 天啊這真的什麼都沒有耶 除了一個相機 一個Battery 裡面什麼都空空的 這盒子也爛爛的 這盒子也爛爛的 要吃土吃灰 可以錄4K的相機 是FUJIFON XT20 那我很喜歡FUJIFON XT20的色澤 可是缺點就是他沒有三軸防手震 所以呢 這一次 想說換個全服試試看 加上裡面 除了全服 還有三軸防手震 最重要的是我最喜歡拍的 E20 Slow Motion 這裡面都有 Microphone Import 就是這個東西 雖然我現在 用iPhone錄製 可是呢接下來 出去旅遊錄影的話 就是靠這個東西啦 它可以錄4K 接下來 就是過一陣子的使用 那等到下一次Review的時候 才會再買鏡頭 啊!鏡頭的話 我應該是會買 下次再跟你說 また會09 最後讓我看一下 還有抗礙 多少錢 選擇 情歌 是 感谢观看